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颁发产学顾问聘书给企业家 期盼产学携手促进在地产业升级 因应到政府推动地方创生的一个政策 要使清廉返乡 然后地方经济的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邀请了45家的地方的企业 来签订产业的合作意义项书 那么也邀请了56家的厂商 在地的厂商来展示他们的产品 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抛栅引玉 吸引大家来注意我们地方创生的这一块 那为了地方的经济的繁荣来努力 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 有很多的厂商 也有我们的乡镇长 那也有很多的企业 那大家共襄盛举的这个景象 可以我们预期呢 我们彰化线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经济会越来越繁荣 这次共计有45个单位 签署产业服务联盟合作意乡书 希望结合产官学研发能量 加强产业技术辅导 培训专业人才 提升召化产业竞争力 公益频道许维珍大村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